在这个视频中 我来讲讲与整除有关的技术问题 比如1到200有多少个数目能被9整除呢 看到整除 你可能会联想到整除特性 不过在这里它可不太好用 你得换个思路 将整除与倍数联系起来 一个数目能被9整除 那它一定是9的倍数 因此你只要数数9的倍数就行 那杂数呢 每一句一下呗 9的1倍 9的2倍 9的3倍 那一直到9的多少倍呢 这简单 你拿200除以9就一下子搞定了 升22与2 这说明一直可以到9的22倍 因此总共有22个9的倍数 这也就是答案了 在上述过程中 最关键的就是把整除问题 看成倍数问题 能被谁整除 就是谁的倍数 一个数的情况你会了 咱再看看俩数的 比如现在不是被9整除 而是同时被4和6整除 那就说明要求的数 即14的倍数又是6的倍数 即4和6的公倍数 那它俩的公倍数有哪些呢 每一句以下 12 24 36 48 不难看出这些公倍数 都是最小公倍数12的倍数 因此你只要找到1到200中 12的倍数有多少就行了 这也简单 用200去除以12 所得的伤就是个数了 答案等于16 看来要想找到4和6的公倍数 你只要找到最小公倍数 12的倍数即可 不过这里要提醒你 注意数的范围 刚才的俩例子 都是从1开始的 你用除法直接算就行 如果不是从1开始的 那又咋办呢 比如现在问你 同时被456整除的 4位数有多少个 由于4位数是从1000到9999 范围不再是从1开始了 这回又该咋办呢 其实不难 你只要数出1到9999中 满足条件的数 然后刨去1到999中 满足条件的数 不就可以了吗 换句话说 现在要求的是后半段的个数 你只要用整段的 减句前半段的 就是要求的结果了 那咱先算算整段的个数吧 要想计算这个结果 你得先把456的最小公倍数 算出来才行 这也不难 你可以先算4和5的最小公倍数 也就是20 再求他1比6的最小公倍数 也就是60 因此456的最小公倍数 就是60了 既然最小公倍数是60 那要找的就是60的倍数 先算整段包含的60的倍数 用9999除以60 所得的伤 就是要求的个数 再来算前半段的 用999除以60 同样伤就是前半段 要求的个数 现在整段和前半段都有了 两者相减 就是要求的结果了 答案就是150 以上就是我要讲解的全部内容 有两点提醒你注意 第一 要想找多个数的公倍数 你只要找最小公倍数的倍数即可 第二 在找某数的倍数时 如果是从1开始的 你直接用处法算就行 如果不是从1开始 而是从中间开始的后半段 那你用整段去减前半段 就可以搞定了 怎么样不难吧 自个儿动手赚金币吧